我们说吃东西啊 有的时候呢是比较注意 你吃的方面好不好吃口感 那么有的时候觉得说 灯光美气氛家也很重要 那么要带您来看到 尤其是像快要过年啦 过年期间还要碰到一个情人节啊 在台北市呢 竟然有一个藏身在巷弄里面 有小桥流水的庭园造景 让人就特别觉得 像情侣就觉得很浪漫啊 包括了像艺人 什么贺君祥啊 SH啊都来过 而且还冲着他们秘制的 德国猪脚而来 潺潺流水声和热闹的市区相比 显得诗情画意 一般人很难想到 宋山区里别有洞天 藏着客有小桥流水的 庭园西餐厅 一块块的石板桥 是通往美食殿堂的道路 而等在尽头的 就是拥有十几年料理经验的 返江大厨 熟练地呈现店内人气料理 秘制德国酸菜猪脚 把它的那个皮就是先炸酥 然后我们里面的话 等于是把它炸出来 就变成外酥内软 所以会比较多汁 看看这金黄色炸得有点焦 又不会太焦的酥脆猪脚 还先用16种香料 腌制入味 咬一口满满的幸福感 还有这道安格斯乐野牛肉 温火嫩煎之前 先浸泡在特调香料烤制里 再用红酒替味 最后放入烤箱 250度高温烤至七分熟 搭配主厨特制蒜香调味饭 实在绝配 不过网路询问度极高的这家店 其实浪漫愜意的风格 情调最具吸引力 他的餐厅的景观 都有做一些造景的部分 而且又放 就是有点JSA音乐 我觉得就是在里面吃饭 心情蛮放松的 听着轻音乐 欣赏墙上 伊芙芙 碧卡索的复制名画 一瞬间还以为身在高级一郎 如果又刚好坐在这个 面对整片落地窗的 VIP沙发情人亚座 可是很有五星级饭店的FU呢 咬一口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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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不过怎么有只狗跑进来 还这么听话 原来它是大名叮咛的店狗Muji 身为狗世界中最聪明的 边境牧羊犬 Muji不但会带位 招呼客人 还会撒娇 难怪许多客人冲着它来用餐 但要说起这家店的由来 老板说是无心插柳柳承英 开始把这边设计 车是我的办公室跟工作室 那我们员工可以在户外 有些人在那边弹吉他 开会啊 大家放手在那边讲事情 然后后来树也撞上去了 桌椅也摆上去了 越来越像一个咖啡店的感觉 一个面头 五年来 从私人工作室 咖啡厅 卖清食 到现在有Full Menu的洗餐厅 这家店不断创新 难怪大S SH1 都曾上门光顾 贺君祥 陈思璇 红小泪等名模 更是常客 所以下次到这里用餐 或许明星就在你身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